在大家不了解的领域,芯片之外还有很多被国外卡脖子的地方 比如在人工血管市场,日本的泰尔茂和欧洲的麦克威公司掌握了中国就成市场份额 那其他议程呢,不好意思,也还是被国外公司垄断 这种在上世纪50年代国外就已经研制成功的医工耗材 中国到现在还未实现国产化,如今更是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在一新期间,日本跟欧洲的这两个公司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 到了市场上没有可替换的人工血管,医生也做不了手术 这也影响到了很多急需心外科手术者的生命安全 那么这种完全依赖进口的管子,它的制造很难吗? 为什么人道血管没有中国造? 我们人体内部其实非常有意思 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会看到全身都分布的大大小小的血管 它们在人体内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长度达数十公里的血管网 保障了血液的正常流通,可以把血管理解成人体内的高速公路 而一旦抹出血管发生破损或堵散,就会引起严重后果 如果能将已坏死的血管及时更换 就有望及时挽救病人的生命 为此,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医学界便有人开始着手进行人造血管的研制工作 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研究才最终取得成果 当时一位名叫沃利斯的美国科学家 使用化线新材料维尼伦生产出世界上第一个人造血管 它既富有弹性,也有一定的通透性 安装在实验口身上,以代替大动漫 狗能继续生存很长时间 这表明人造血管的设想是可行的 此后,研究人员又陆续开发出利用丝绸、尼龙等材料制作的人造血管 并成功用于临床 但是早期的人造血管通透性不如天然血管高 还容易造成堵散 效果不是很好 后来随着材料技术的迅速发展 国外厂商们开发上市了多种新鲜人造血管 下面之前不仅质量好 而且各方面性能都接近天然血管 就比如日本泰尔茂朱石灰射生产的人造血管 由于产品非常不错 广受用户的好评 因此占据了全球不少的市场份额 泰尔茂成立于1921年 由日本近代医学之父 北里财塞郎博士等医学家们所创立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 一开始它是做体温剂器家的 后来又陆陆续续生产 注入一自新注射器 血管造影与治疗用导管 应用电子产品系列 人工心肺产品系列等 现在产品已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使用 其中心脏和血管方面的产品 已经占据了公司一般以上的收入 就拿人工血管来说吧 它是治疗新血管疾病的重要材料 但这玩意基础难度很大 基本能引起排异反应 也要保持生物强度 既要有柔韧性 还要异于缝上 不能漏血 要求极高 而且人工血管也有不同的型号 对应替换不同的人体血管 比如大于10毫米的大血管 主要用于心脏主动脉的替换 修补和旁路手术 而介于6至10毫米之间的小血管 主要用于外周动脉的 置换 创伤和血液偷吸 说个数据吧 中国每年到医院 接受外科主动脉治疗的患者 有4到5万里 这些病人 绝大部分需要植入人造血管 来替代病变的血管 而一根进口人造血管的售价 在1到4万元之间 而且执行越小 费用越高 这对于普通患者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据不安全统计 2020年 国内人造血管的市场规模 在50亿元左右 占全球市场的22.12% 所以先想看 这背后是多大的生意 钱都被外国人赚走了 难道国内就没有企业 能做得了叫人造血管吗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 中国就有研究真思 及斯迪交织的人工血管 但那时我们产出的人工血管 还不够稳定 出现了死亡病例 从而限制了临床应用 之后在1994年 上海市匈科医院 与苏州制代厂 曾一起研制低伦人造血管 基本上突破了大部分的技术屏障 但由于采用真枝编织方法 且没有玉林涂层 防止生血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最后还是没能推广起来 时至今日国产人工血管 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技术突破的新闻到处可见 就是不见落地 深挖一下的话 中国无法实现人工血管的国产化 其实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就是缺少具有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知识 需要向国外巨头 缴达巨额专利费 目前人工血管使用最多的原料 是巨子纤维 俗称蒂伦 以及蓬体巨丝肤乙锡 这是一种易用高分的材料 它们的结构稳定性好 在人体内可长期工作 而不发生降减 而尚有高分的材料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门槛 国内生产的G4负乙锡 大部分为通用性 质量不高 跟国外的蓬体G4负乙锡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同时核心技术 早被国外巨头牢牢掌控 供应的复杂性 也复行中成了国产研发的 当头一棒 以人工血管为例 这是一种迪伦线编制物 并且需要用到动物胶原涂层 现在的国内产品 一方面面临应用级别 低轮线匮乏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受制于 动物胶原涂层的 原材料供应风险 其次 这晚前期研发投入巨大 国内企业都想赚快钱 持下心思 弄了紧的研究 对于他们来说 是恨不划算的事情 也就导致了 国产人造血管 逐渐在市场消失了 人工血管的新型材料 需要不断调配配方和比例 这个过程非常少钱 而且需要独特工艺 整个研发过程 无比漫长 像一个巨大的时空盲盒 不到最后一刻 产品是好是坏 谁也说不清 说个题外话 这时候有朋友可能会说 资本永不免 像人工血管这样的项目 本身就非常烧钱 而且风险巨大 谁会来投资呢 这话对也不对 我们先来看看 这几年资本都在哪里活跃着 从前几年的共享单车大战 无人便利店 再到后来的外卖团购 社区买菜 资本似乎都在互联网领域活跃着 要我看 那些都并不是很好的项目 哪个项目不是竞争的白热化 科研也烧钱 但就算项目失败了 也不是浪费 因为前期的研究 多少会有点进展 至少可以排除一些错误的方向 同时科研人员也得到锻炼 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大将的无人机 华为的5G技术 这些项目的成功 都是在技术上取得的突破 而人工血管领域 市场也很大 有数据表明 中国目前也有近100家 省市级医院 可以开展大动脉 人造血管的植乳手术 而依据中国患者的数量估算 到2023年 中国人工血管市场的 连续群量约为283万根 按照每根2万元测算 可产生566亿元的经历效益 在如今的和平时期 人造血管的供应暂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遇到肺糖时期 必将会受到限制 这将对心外科手术患者的生命安全 造成极大的影响 想想有多少病人 可能会因此耽误治疗 对于中国而言 患者数量越庞大 越需要加快研发 本土人工血管才行 这样才能将治疗费用降下来 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战争国家实力的竞争 最后比拼的都是科研实力 比如一些医疗设备的 观念器件和设备的研制 都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国家化 而故意依赖欧美国家的话 一旦出现断供 医院的心脏外科手术 就要按下暂停键了 所以如果不想被掐脖子 就应该尽早做准备 人工血管的国家化 实在必行